哈啰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师 希望没看到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接下来就说IG FB 还有推讯 那天天节手游官方在 8月6号的时候啊 啊出这个这个叫什么 上官员角色情报啊 兄弟再来一玩 不可错过的活动啊 这个是小怪设计打赛啊 好我们来这次介绍的是 皇城都尉上官员在天天节手游出现的第三位伙伴 这边有他的一些简介 那这边就就就就就不念啊 好了还是念一下好了 事实当然没有那么容易 纵南五亿抄群 这豪气万千 正义里南的性质 在广场之上可行不通 沉淀寒着 沉淀寒着开箱唾苦 土 到头来 上官员依旧是城墙里的度位 光是不大不小 大也落个清闲 喝酒杯 喝到忘记自己的忧愁 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只是苦了沉重百姓 大家快跑啊 那个上官度位又喝多了 上官员也和阴剑品的相遇 还要从一场腰镖开始说起 天降大雨 阴剑品和风寒月 躲进山洞避雨 恰恰 遇到了奉命押黄镖的上官员 几人相当甚欢 不料 嗜邪之一的煞刃高漆突然出现 众人不敌 被抢走了押送的飙物 回去复命便只能落得赎罪之罪 上官员最终选择和阴剑品一起去寻回黄镖 最后的故事倒也是很狭义 光场郁郁不得知的上官员 却在这想要赎罪的旅途之中 和硬剑品一起打破剑邪复活的计划 剑邪复活持有的计划 这个有些努顿的度位也算是实现人生的理想 还有什么比拯救世间苍生更豪气的事情 上官员远行离去 并未引起沉重百姓的惋喜 不过是一个小小度位的消失 人们议论几时就把他给忘了 只是真的有敌军进犯到城墙下 倒是有人开始念叨 这群废啊 要是当年那个上官员还在的话 豪爽乐学的枪柄角色在天地界系列中 自然是不可缺少 而这位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哥型人物 上官员也将在天地界索游登场 哇 上官员真的蛮壮的 我觉得索游的形象画风比较符合上官员 在天地界的角色描述 因为他毕竟是拿一个枪 长枪的角色 肌肉线条壮是很理所让人的事情 那把长枪都不知道多重了 豪卖的军官独尾装束 乱得仿佛一眼就看出他的性格 轻便又有个性的冠冕外加股式假作 股式假作 那上官员带着一股军官范的同时 也能自由地展现他的武艺 好 这边有一个GIF的动图 我们看一下 这看不到 这样这样这样 这应该是捕风攻击啊 好壮哦 上官员超重的 好 学学上为更好展现上官员的武艺 动作设计方面大开大合豪迈霸气 重跳 初次徽掌很少 进军都位的实力可不容小觑 刚裂破 哦 武艺中的刚裂破是直接 哎 上官员哦 有落塞 落塞虎 好 再来 作为团队的前排坦克角色 上官员的武艺绝绝 不仅能冲破敌人的防线 对于落当敌人的杀伤力意识不俗 坚言输出和保护人力的上官员在场 可谓团队的最佳保障 鬼煞焚日 这应该是新的 天竞节手游 天竞节单机里面并没有这一招 天竞节就有三招啦 刚裂破 天降奔裂 第一个什么 驯风枪 这三个 还没有驯风枪哦 驯风枪很经典 为什么觉得刚裂破比较像驯风枪啊 有没有 跳起来戳 这不是刚裂破吧 这是驯风枪吧 你不要乱 公放 你们是不是放错了 这是驯风枪吧 刚裂破是 往下挥 然后放出一个 那个火炼波吧 天啊 完全不一样了 好那这集到 这边就说啊 就是上官员天竞节手游的一些情报 希望这个刚裂破不是真的 是驯风枪 没有天降奔裂 蛮可惜的 鬼煞焚日 好吧 那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按下 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 IG LB 还有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集的收看 拜拜 拜拜 拜拜